今天来把我的甜瓜一号摘回去 看到的甜瓜一号已经很大了 看这个纹路感觉好像也是熟了 我们把它摘回去尝一尝 看看这个甜瓜甜不甜 把它剪下来 好重 上一次还有一个大的甜瓜 摘的时候纹路没有这么好 所以里面没有那么软 虽然也很甜 看看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以后我们回去一起开箱一下 看看这个甜瓜到底甜不甜 再来看看这个甜瓜 2号 3号 2号又快熟了 看那个甜瓜十几号了 这还有一个4号 这边甜瓜5号 5号也快熟 这是6号 这边还有一个7号 接下来还有小的甜瓜 3号 看这个天空好漂亮啊 蓝蓝的 这个向日葵里面也快结瓜子了 向日葵的杆子好粗 还有红红的西红柿 还有红红的西红柿 两个西瓜 还有一些南瓜 也都摘回去 看下来今天还能顺着 再收获一个西葫芦 昨天刚摘了两个大的 看这个 再有两天也能长起来了 这西葫芦长得特别快 两三天就能长起来 还有一些小的过几天 西葫芦特别适合新手种 我一共种了4颗西葫芦 今年收获了有30个 30几个西葫芦 不用怎么打理 有块地就行 好了 拿着我们的甜瓜和西葫芦 我们回去开箱这个甜瓜 看看甜不甜 我们把这个甜瓜放上来了 1.5公斤 3斤种这个甜瓜 好大呀 这个西葫芦有0.85公斤 好我们把这个甜瓜切开看一下 先去掉头 去掉尾 然后从中间 哇塞看看这个屁股 颜色好正啊 熟的差不多了 打开 哇塞 好像这个黄的熟的比较好 这个白的 我们先尝一下味道 一股清香味 好清香的味道呀 好我们先切一片 看看味道如何 嗯好甜啊 要是能再熟个两天就更好了 非常甜 看看颜色也非常的正 很新鲜 很新鲜的味道 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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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